根据史书的记载,项羽是一个盖世英雄,很多人为他的失败而感到惋惜,项羽在抗秦的过程中大放一彩,巨鹿之战,破釜沉舟,以少胜多,一战成名,西楚霸王的威名远波四方,他也就此走向了人生巅峰,此时的他手握一把好牌,就好比斗地主,俩王四个二都被他拿了。 按照正常剧本,他应该君临天下,服侍众生,受万人敬仰,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随后的楚汉争霸中,项羽竟然败给了地痞无赖出身的刘邦,最终落了个四面楚歌,类别鱼姬,自吻乌江的悲惨下场。 项羽为什么会失败呢?他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烂的呢?这里是妙文史,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,欢迎订阅观看。 第一,项羽的个人能力就是他的事业天花板,自治通鉴中说,项羽小时候读书,不好好学习,非要去学武,学了几天剑法,又学不下去了,觉得没什么意思。 他叔叔项羽批评他,他还顶嘴,说什么建议人敌,不足学,要学万人敌。于是,项羽就改学兵法,但是学了几天兵法之后,大概也就学了个葫芦吞枣,又半途而废了。 说白了,项羽啥都没有学经。 最后还是要靠自己长八尺鱼,力能刚顶,才气过人,靠这样的身体条件来成就了事业。 说到底,还是靠的就是个人能力,这也就是他事业的天花板,最多也就是成为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。 而且还是乱世,一旦有天下一统的势力崛起,他就玩不过人家了,个人武力天下无敌,也就这样了,也只能这样了,毕竟蒙虎架不住群狼呀,太看重个人能力,也往往败在个人能力上。 二,小气吝啬,不够大气,项羽虽然是身高八尺,恐无有力,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。 但是,为人却不够大气,太过贪恋,布下立功了,按照规定该给赏赐吧,但是他就磨磨叽叽的,不愿意赏赐,就好像从自己身上割肉一样,太过吝啬。 史记中说,这人有大智彼可取而代也,看起来有成大事的气象,但是,做事却不够大气,小气吝啬,格局太小。 三,不懂政治,眼界太窄,咸阳不是项羽攻破的,而是刘邦,但是,项羽不顾之前的约定,仗着自己的武力优势,然后强行把咸阳占据,你说他占就占了吧,还不好好爱惜,眼界太窄,眼皮子太浅, 只知道捞钱抢美女了,到了咸阳之后,把值钱的财货一打包,然后一把大火,烧光杀光抢光,在秦始皇建了多年的阿旁宫里放了一把火,然后扬长而去,杀人放火,无恶不作,这样的人,又能成就什么大事呢,仗着自己的武力,觉得自己就可以胡作非为,这样的人,得了天下,对天下人来说,也是一场灾难啊。 四,虚伪夸张,假人假意,自治通鉴中说,项羽有仁慈的一面,对部下恭敬有礼,言语温和,而且还把自己小造出来的营养餐,送给军队中受伤的病号,项羽看到受伤士兵的痛苦。 自己还会难过的流泪,说白了,这不过是假人假意,大家伙跟着她项羽,把脑把脑袋绑在腰带上,在战场上不要命的拼杀,就是为了获得她的眼泪,获得她的营养餐嘛。 项羽是真的不懂吗?真的不懂人心吗?或许她并不是不懂,而是假装糊涂,跟大家装糊涂,把大家都当傻子。 项羽是怎么讽刺挖苦项羽的,致使人有功当风绝者,印完毕,忍不能与项羽本来该对有功的人赏赐,把官印都刻好了,但是就是拿在手里不断地捏来捏去磨来磨去,都把官印的棱角都给磨平了。 还是没有授予立功人员这些印信,当然,磨平那是不可能的,印信那都是金属做的,项羽的手又不是沙伦,但是,韩信却用这段话告诉我们,项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假人假意,虚伪夸张,或许对从小是什么也不缺的项羽这个贵族来说,感情比银子重要,所以,他觉得把士兵当兄弟就够了,还吃什么饭,要钱的不是我的兄弟。 五,有功不赏,有过不罚,丁弓,这个狗东西,项羽派他去追杀刘邦,丁弓被刘邦几句话给忽悠德找不到北了,就把刘邦给放了,也没有见他受到什么惩罚。 项伯在鸿门宴上捣乱,给敌人挡箭,也没有受到惩罚,项羽在军队中任人为亲,他的亲戚朋友都占据高位,而是跟他关系远的,一个一个都靠边站, 占据的不太重要的位置,甚至有的人欲于不得志,就像韩信,配给项羽看大门, 韩信提个策略,还被项羽讽刺,你做好自己的事就够了。 项羽不能食材用材,只能任人为亲,这样的人,说不好听点,稀里糊涂的, 你就算给他一块地盘,让他做个诸侯,也就几年的事,你看看韩信,打了几个胜仗,不断找刘邦,开条件要兵,要钱要地。 甚至要爵位,刘邦虽然说心里不是很痛快,但是,刘邦的眼界,格局,胸怀,让他懂得放弃眼前的迎头小力,这才是舍得的艺术啊。 没有舍,哪有得,相比之下,项羽简直就是个格朗台,虽然说吝啬属于个人私德的范畴, 说白点,你个人吝啬无所谓,如果你作为一个领导,作为一方将领,过于吝啬,往往这个臭毛病会影响人的情商,甚至在关键时刻,一定会出现决策失误。 而项羽,正是因为贪恋,小气,最终把身边的人才陈平,韩信都赶到了刘邦身边,吃了大亏。 所以说,智省知道,除了勇气武力这些战斗力之外,更多的时候,还是要靠脑子,靠情商,靠智商,而且要成就大事,绝对不能贪恋小气,不能像项羽这样小气巴拉的,难成大气,再说一个项羽身边的人才范增, 陈平和刘邦用一个那么拙劣的反见计,项羽就很愚昧地上套了,就把范增给赶走了。 骨子里说到底还是因为项羽这样的人,心情高傲,谁也看不起,觉得自己最强。 其实,越是这样的人,自尊心越强,反而没脑子,有时候阴谋诡计之所以有效,就是因为有项羽这样,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祸。 其实就是过于自信,导致脑子不好使,只能傻乎乎地踩进别人的陷阱,这就是项羽身上的几个问题,你觉得是这样吗? 《史记》中记载,项羽曾经以刘邦父亲的性命来威胁刘邦,但刘邦说,我与你结拜兄弟,我父亲即是你父亲,你要是烹杀了我父亲,既得分我一杯羹,让项羽愤怒无比,但放弃了烹杀刘邦父亲,刘邦赴鸿门宴, 面对项羽巧作掩饰,让项羽没能下定决心杀死他,不喜如生的刘邦能够敬重历史起,用奇才,而项羽虽然曾言无当成此车盖, 但当他入主咸阳后,他是选择分封诸侯,最后一锦还乡,做君主的人,更多需要的是对局势冷静且正确的判断,而不是感情用事,为了不受项羽威胁,刘邦可以将父亲的生死置之度外,鸿门宴赏生死攸关,刘邦低声下气,小心谨慎,迷惑项羽, 不露雄心壮志,需要的人才,虽然不为自己所喜,刘邦能够无视自身喜好,选才而用,项羽却没有帝王之志,入主咸阳,却选择衣锦还乡,刘邦能够胜利, 与其作为君王的才能是分不开的,史记中,刘邦曾经坦言,运筹帷幄,他不如张良, 管理国家他不如萧和,带兵打仗他不如韩信,但他能够运用这三个人才,所以才取得了天下,项羽有范增作为谋士,却不能使用,所以才输给了他,除此之外, 善于言辞的利机,被刘邦派遣,说服了多座城池归降,有道扫污名的陈平,也得到刘邦重用,输出奇迹,但项羽则不能用人,刘邦的大将军韩信, 谋臣陈平原先都在项羽仗下,但因为不得重用而转投刘邦,即便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, 也被他弃得说出数字不足与谋的评价,刘邦最初的家底与项羽完全难以相比, 只有最初就跟着他的萧和是可靠的人才,而项羽有亚父范增,投奔的陈平, 韩信,但韩信仅仅只被任命为郎中,多次献祭不被采纳, 陈平未有过失阙被迁怒,二人方才转投刘邦,陈平成为刘邦重用的谋士, 韩信更是被败为大将军,刘邦之人善任,远胜项羽, 这也是他胜利的重要原因,在实际。 中我们可以看到,刘邦作为四水亭亭长,押送图役前往离山, 一路上逃亡了不少图役,刘邦觉得等到离山可能已经跑完了, 于是选择放了图役,刘邦虽然是个爱财爱责之人, 但在进驻咸阳后,财务无所取,妇女无所幸, 虚心接纳利益机,重用韩信,原谅拥耻,深得人心。 而项羽杀入关中后,杀死已经投降的秦王子英, 烧毁了秦的公事,掳掠了所有的财宝, 面对他人的讽建,完全不接纳,并且将其烹杀, 刘邦很清楚怎样才能获得人心, 眼看图役肯定不可能送到离山, 他选择做一个顺水人情,放走图役,让他们感恩戴德, 作为一个贪财好色之人,进驻咸阳后, 为了树立人均形象,不杀子英不取财物,不姓妇女, 与之后杀人放火略财的项女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天下民心,自然贵于刘邦,而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, 总而言之,刘邦更具有君王的才能, 能够运用人才,笼络人心,最终才击败了西楚霸王项羽。 刘邦其人,为了实现自己的大业, 有些方面可以说是不择手段,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喜好,本心, 但也因此他才战胜了强大的项羽,虽然不值得完全效仿, 但我们可以学习刘邦为了志向奋斗的精神, 屡败屡战的坚定意志,为自己的志向保驾护航。 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 这里是妙文史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